教育志工启动爱的热线 在十多天的努力下 终于将一笔笔的援助金 汇进学生家长的户口 及时提供心灵的依靠 这次教育族的你爱话爱 特别补助行动是有安孙师兄 因为看到他家师姐的学校 有学生面对断粮的困境 所以就向我们提出看 人问学校是不是也可以做到这一块 对这些有困难的家庭给予一些帮助 疫情的爆发导致许多人陷入困境 教育族的慈善行动对他们来说 就像是雪中送炭 接下来的几天陆续收到他们的简讯 简讯里看得出他们是多么的紧张 多么的担心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 有两个一个是海大未来当中的 然后我也知道他们是没有钱卖奶粉 很感恩能够通过这一次的以爱话爱活动 通过电话帮助有苦的人 最主要我们先要让他心安 然后感恩有这一个以爱话爱的活动 及困难的家庭得到及时的帮助 这个病情导致很多人 都失去了工作也没有了工钱 谢谢你给我这笔钱可以帮助他 谢谢你 我真的感到非常非常感谢 为他们帮助助 这家庭的帮助 真的帮他们一手 买购物和其他需要的东西 也爱话爱 则基志工的动员关怀 为生生学子的家庭 注入一道道希望的曙光 大爱新闻马来西亚新山综合报导 去给这个家庭的时候